早晨11月15日 大家好 我是燕池 今天為大家介紹什麼呢 大家看到這個 這是一個德國的知名瀝水壺 英文一樣 大家也知道我英文不好 所以就不用念了 今天我要拿這個瀝水壺做什麼呢 我要DIY自己改造 我找到一個適合的礦泉水 這個就不用看它廠牌了 這個形狀 用這個溺水壺 然後改造成登山露營用的溺水器 看會不會這一集的影片會不會成功呢 我們就開始囉 先開箱這個溺水壺 這是德國知名的溺水壺 那主要是燕子喜歡這個 Costco有賣一個包裝 裡面總共有四顆這個粒心 大概價位大概一千兩百塊左右 那如果燕子沒記錯的話 那除以是大概一顆大概三百多塊 是非常便宜喔 那如果你是去買那個 一般露營專用的那種溺水器 最便宜都要上千塊 然後貴的有上兩千 然後換一個粒心 都要差不多七百塊 九百一千二的都有 燕子想了又想 那我就直接拿這個 德國的溺水壺 主要是這個溺心 在Costco賣非常便宜 平均下來每一個只有三百多塊 好我們來開始改造這個 知名的溺水壺 那就不用看 就是裡面的說明就是 瀝水壺 然後我們來看它的瀝心 好首先看到它是一個進水器 瀝水器 請勿把它放在這個烘碗機裡面 然後它是用掀蓋式的 然後這個是有一個控制的面板 大概知道你這個粒心是不是應該換的 反正總而言之 我就是要拿來拆 就是要拿來DIY改造的 主要是看裡面的瀝心 我看它有沒有特別的注明 它瀝心可以瀝掉什麼東西 可以到什麼程度 這個水壺是2.4公升的 燕子買了一個水壺 這個水壺是1.5公升的 我現在就想改造成 就是把它拆開來 把它套上去 然後水過濾進來 然後煮好之後裝在這個 這個耐溫程度 從負荷值度C到100度C 它上面是這樣寫的 這樣寫就要相信 開箱 開箱就什麼都沒有 打開就是這個 好 一個說明書 這什麼都沒有 丟旁邊 好 這個打開來 控制了智慧型面板 這個上面顯示大概就是說 粒心大概使用多少的時間 是不是應該換的呢 這個粒心 好 它只附正一顆 然後這樣子 好了 我們開始 DIY改造 這個粒心給它拆開來 我為什麼想用這個改 因為它的粒心Costco賣非常便宜 它一顆只要一千兩百塊左右 除以四 大概就是一顆三百多塊 就是它的消耗品非常的便宜 很簡單 就是一個粒心 什麼都沒有 就這樣 放進去 卡進去之後它就定位了 這樣子 大家看一下 然後就放到這邊 水就給它倒下去 咕咕咕咕咕咕 水之後 經過這個粒心的過粒 水就是從這個上層會到下層 顯示面板它就是會顯示你粒心是不是該換的 然後這個可以打開倒水 倒水的時候 這個會開 然後這個 DIY改造會不會太浪費 如果是用登山露營專用的粒心的話 長期算起來 是這個 比那個登山露營的粒水器粒心 划算太多了 首先來測量它 現在可以裝的水量是多少 到什麼程度 我才知道這個瓶子大概要切到哪裡 1.5公升的粒水壺 那它的廠牌是這個 它是可以耐-20度C到100度C 水瓶是台灣製作的 然後裡面的內容物 就是很簡單 就是一根吸管 吸管不用了 這個背帶也不用了 那就是要用最延時的 就是這樣子 燕子需要的就是這樣子 越簡單越好 就不會有漏水的那個 這有parking 大家看一下 有個吸管會打開或者是快開的 如果放在杯包裡面 萬一它打開了 裡面的衣服 我的備用衣物全濕的 保暖的衣物全濕的 我在山上 我就死定了 所以 燕子特別去找這種的 只有一個蓋子 最好是連上面都沒有 這樣打開的瓶子 可是燕子找很久了 只有找到這個 就是這個也可以接受 現在燕子裝了一瓶水 我們來測試一下 它到底會不會漏 開始囉 似乎沒有漏水的情況 這邊也沒有 如果在包包裡面漏 漏大水就慘了 當洗瓶子順便測試 好 墊子器把水倒掉 這個是買來的 框錢水 沒有拆封的 那就是買這瓶 就是為了要做改造 我不是要裡面的水 我是要這個瓶子 好 我們就拿這個瓶子 當作過濾水囉 裝到什麼程度 好 開始裝水 它是1.5升 裝不下了 已經到極限了 再多一點點 水已經倒到特滿了 已經不能再裝了 這是買來的礦泉水 不要浪費 我先倒到我們家的水壺器 拿這個買來的礦泉水 當作山上採來的溪水 然後經過過濾 就整個煮的過程 看會出現什麼問題 然後改造 看今天會不會成功 那先來切瓶子 把它切開來 這紙把撕掉吧 並不想再看到它 割一痕之後 剪刀伸進去 直接把它剪開來 好好的剪 我可不想再去買一瓶 現在拿這個 德國的濾水壺 把這個蓋子打開來 把中央的濾心拿出來 剩下的都不要了 這個放旁邊 這個不要摔 這個距離 應該是可以放進去的 好緊張的時刻來了 真的剛剛好 好 我們來測量一下 它水可以裝到什麼程度呢 再剪一點 把這個紙把它剪掉 好囉 剪掉囉 好 剪成這樣子 不想看到這個公司的名字 終於給它拆掉了 那燕子再把水給它倒回來 那就馬上知道它可以裝到哪裡 水給它倒回來 馬上就知道它到什麼距離 那等一下用剪刀才知道要剪到哪裡 好像不用剪耶 哇 剛剛好 太神了吧 好 這放進去 還真的是剛剛好 這樣水剛好到滿的程度 完全不用剪 太神奇了吧 捷克 好 把它拿出來 好 再把水倒回來 我上面還要稍微修平一下 就不用剪太多一點點 因為現在已經剛剛好囉 好 再把水倒回來 太神奇了 捷克 剛剛好 把蓋子蓋回去 那就是這個 瓶口這邊 稍微有點不順的地方 不能剪太多 因為現在已經剛剛好 稍微修一下就好了 好囉 都修好了 都剪好了 都不會刮人喔 蠻順暢的 好 就這樣子 然後這個 要過濾水的時候 放下去 有個半沿形 這兩個半沿形 就給它卡在這個兩邊 這樣子 這樣放進去 現在大家看一下 現在兩個半沿形 就卡在這兩側 那水就這樣過濾 這是一個積水瓶 然後再去煮 我去露營的時候 我就不用帶這個 我就是用這個 直接用一個礦泉水的 空瓶切一半 就是代替這個2.4公升的水壺主體 那燕子要去採水的時候 燕子就會提這個水袋去採水 這裝滿應該有超過四五公升以上 然後燕子就是把它歸納成 這個是比較髒的水 這個是裝比較乾淨的水鹽 採水之後會經過這個水倒在裡面 將水倒在裡面 經過過濾之後 然後再煮 煮完之後 沸騰的水稍微放冷 然後再把它倒到這一瓶裡面 我假設這個 這水瓶就是這個水袋 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看有碰到什麼困難 就整個來煮水囉 順便看它裝水的時間 還要看它過濾水的過程 會發生什麼問題 哇 整個都灌進去了 哇 這可以裝好多喔 幾乎都快裝進去了 太神奇了 好 現在就開始等待時間 就等它過濾完喔 好 就慢慢等待它囉 其實它過濾的速度也蠻快的 我繼續灌 然後就一點一點加 現在就是這個是髒水 然後這邊經過過濾 然後再來煮喔 好 燕子在前鋪就給它加下去了 YA 燕子發現它過濾的過程 這有邊邊稍微露一兩滴下去 那應該是沒關係啦 一兩滴應該不會影響整個水質 還是燕子沒有裝好呢 這上面還有剩下一點 剛剛說有滴水的部分 已經現在也沒有囉 剛剛這子也在滴 現在也沒有這個現象了 就剩下這 啊 我發現了 Costco德國品牌的 滴水器 滴芯的進水口在這裡 在上面喔 大家看喔 這邊 它的水位已經停了 好 大家看一下是這樣子 就給它拿起來 這個水整個都過濾好了 這樣子 水過濾好 那我們現在得到一個結論 這個滴芯有水了 所以它裡面有含水量的重量 那就是怕如果怕滴出來的話 就是必須要用一個防水的密封袋 把這個滴芯包起來喔 才不會裡面的水 這裡面還有水 怕它漏出來 好囉 我們過濾好的水 對 我們要把它煮沸騰 就是這已經經過過濾過的水喔 因為燕子就是 並不想喝深水 如果機身從這個沒有濾乾淨 又喝進去 到身體裡面 這樣就不好了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就是水加熱到沸騰喔 好 這個是燕子的平底鍋 那我現在要用這個大鍋 好 這個是另外一個鍋 這個是燕子的三個碗 這個 然後這個是鹽跟胡椒粉 這準備裝沙拉油 這燕子也準備一個密封袋 到時燕子也有買了密封袋 怕油漏出來就給它裝起來喔 好 那現在拿大火機 跟高山爐 剩下的沒有用 放回去 好 蓋起來 先放旁邊 把這個鍋沥好的水 直接倒到鍋子裡面煮 一次裝的進嗎 這也是測試 好 放著 應該是裝得進 剛剛好 那這隻燕子的高山爐 它是從Costco買的 從Costco網路購物買的喔 超便宜的 超划算 蠻喜歡的 它這個是往內凹 所以它也可以防風喔 這個蓋子打開 千萬不能倒下來 上面是空氣 下面是液體 如果是這樣子 它的液體就會露出來 B7高山爐就要這樣子 傾倒 這樣會非常的危險喔 裝的時候 也特別注意不要這樣裝 所以裝高山爐的時候 要這樣子 直接朝上 直直的裝 裝上去 等一下會有氣體的時候 會有濕的聲音 要馬上就是很快速的就給它鎖好就好 差不多了 有聽到嗎 好 就給它鎖緊 好 已經鎖緊了 這是瓦斯的氣法 這個是點火裝置 燕子並不想按 按了這個久了會壞掉 這樣子 大家看一下有沒有火啊 好 因為現在燕子沒有開瓦斯 好 我們先點火 點火我都是用這個打火機 這有個開關 這樣子怎麼按都按不了 這樣子 如果這個切過來 就是一個保險的裝置 這切過來才可以按 就是一般的打火機 好 放進去 這個很簡單就這樣蓋起來 這樣子 好 我們來點火囉 就是稍微開一點瓦斯 聽到絲的聲音 好 這樣就點火了 先火不用那麼大 這樣子就好了 然後把這個放上去 要煮的水 給它放上去 然後再把這個蓋子蓋起來 蓋子蓋起來才會比較快滾 好 檢查一下 那個是不是有到它的正中心 四周圍都有站穩 好 這就可以開大一點沒關係 這樣子 好 我們就來煮開水 已經快滾了 裡面已經開始沸騰了 好 看一下 裡面水已經開始沸騰起來囉 已經開始滾動了 好 再煮一下讓它沸騰吧 好 蓋起來 就是不要水滾就馬上關掉 就讓它再沸騰一下子 把一些雜質啊 一些生物通通殺死 這樣水喝起來才安心 好 現在已經沸騰了 聽聲音就知道瓦斯的大小了 好 把瓦斯關掉囉 好 瓦斯關掉了 那現在燕子已經煮好水了 已經沸騰囉 水沸騰100度C 就讓它放冷一點 弄好之後就給它裝到這個瓶子裡面 這個瓶子它號稱 它講的我們就要相信 它-20度C到100度C 都可以承受 放一下子 讓它水沒那麼熱的時候 就給它倒到這個瓶子裡面喔 然後把大瓶蓋把它整個拆掉 拆掉之後 然後這個熱水要小心 這個手柄已經可以摸了 現在問題就是在這裡了 怎麼把水倒下去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啊 發生意外我就知道了 這要怎麼裝啊 這個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要怎麼克服呢 燒開的開水 要怎麼倒進去 還是要很快 試一下很快 這樣子 唉唷 手抓把柄好了 避免被燙到 可以了 要快一點 速度要快 就是會露一點出來啦 那這個瓶蓋暫時就不要關 好燙喔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要推旁邊去 好燙好燙好燙 現在燕子發現的第三個問題就是 現在水非常的燙 火 seals judge 來 現在瓶蓋要給它打開 讓它散熱 非常的燙 火命它說可以承受100度C的 我不要前蓋就對了 就稍微這樣子 有點這樣子 開口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就防止蟳蟲飛到裡面 就是我們的飲用水 好 這樣子 稍微開一點這樣子 讓它散熱 就給它放到旁邊 這個水還是非常的燙 就稍微蓋子 我們現在是模擬就是在戶外 蚊蟲會飛進去 所以就不要蓋起來 留一個縫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改造DIY德國瀝水壺 然後改造成登山用的瀝水器 的影片就算成功了 那現在燕子也算開心 就是證明燕子的理論可以用 那重點是這個立芯Costco四顆賣1200 那平均一顆才300多塊 它的耗材非常的便宜喔 比一般登山露營的耗材都還要便宜很多 那就是動輒就是七八百塊至3000塊 登山用的立芯都非常的昂貴 本體瀝水器也貴 然後立芯也貴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不要忘了按訂閱 分享 及按小鈴鐺喔 我們下一集見喔 掰 頭套 就可以套在這個水壺上面 就可以變成一個保暖的工具喔 套上去 套上去 然後天氣很冷就這樣 這就是變成一個可以發熱的一個保暖的東西 抱著這個超大型的暖暖包 好 那大家認為這個方法是不是很好呢 登登 好 那影片這次真的結束囉 我祝大家順心 那 就這樣 謝謝大家的欣賞 8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請訂閱分享 及按鈴鐺 我會在 每週不定時推出新影片 我會帶你去很多好玩的景點 走走看看 就這樣子囉 沒錢 記得點讚 按讚 分享 轉發 給你的親朋好友知道 因為這就是個YouTuber 好 就這樣子囉 掰掰